哈喽大家好我是大亥 今天这部影片我们来介绍 P5X推出的全新解名角色 追名优美 这只角色也是目前P5X里面 推出的第一个五星解名角色 不过如果直接给抽取建议的话 我的建议是这只角色可以不用抽 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点就是追名优美 他不是一个限定角色 会在卡池结束之后加入我们的常驻卡池 很有可能后面靠歪的就可以获得这只角色 第二点就是P5X剧情马上就要往前推进了 下一只推出的角色很有可能是左仓双叶 他在原注里面也是一个解名定位的角色 因为这两个原因 我认为追名优美的抽取优先级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先来了解 追名优美的一些技能 以及骑士选择队伍搭配等等 首先追名优美身为解名职业的怪盗 他是主要在后台来提供队伍加成的 不过相较四星解名职业提供的 15%属性提升效果 五星的追名优美放在后台的时候 就有比四星还要高的 20%的属性提升效果 如果对解名职业带来的属性提升 还不清楚的玩家的话 这边我也简单说明一下 解名能够提供攻击、防御、生命 三个基础属性 以及除了精力回复以外的绝大多数 进阶属性 但是不会提供伤害属性上面的任何加成 不过除了属性提升的被动以外 优美的两个潜能 搅拌跟摇晃 还是可以在开场的时候 提供我们的怪盗一些属性伤害上面的提升 搅拌的效果 会根据全队的怪盗来提升对应属性的伤害 像是队伍开场 假如你放了包括主角在内的 三个冰属性角色的话 就可以获得12%的冰属性伤害提升 不过主角是只计算他入场的那个属性 假设我主角入场是冰属性 就算后面切换成和热属性 也不会换成和热4%伤害提升 还是会维持热癌的冰属性4%伤害提升 潜能的第二个效果 则是可以根据队伍中的怪盗属性 开场给优美风味的被动 三个风味也会让优美自动调配出一杯鸡尾酒 那这个风味鸡尾酒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必须来了解优美的核心意识灵效果 除了潜能以外同伴每次使用技能追加效果 或者highlight造成伤害之后 优美都会获得一层对应属性的风味 得积到三层的时候会自动调配出鸡尾酒 风味的属性相同能够调配出的鸡尾酒品质就会越好 鸡尾酒则是能够在后续优美释放技能的时候 强化优美的技能效果 那用说的可能没有那么清楚我们用看的 首先优美因为入场的时候潜能的效果 队伍中放了三个冰属性的角色 可以直接获得一杯金条deluxe的鸡尾酒 鸡尾酒一次最多保存三杯 像这边加拿菌造成冰属性伤害 可以获得一个冰属性的风味 猪小跟琴鹰在分别打出冰属性伤害 九个鸡获得了三个冰属性的风味 此时又合成了第二杯的金条deluxe鸡尾酒 后续释放优美的技能 就会获得对应的强化效果 凡之假如我用露菲尔去打了火属性的伤害 强大菌去打了物理属性的伤害 此时我会获得物理跟火焰属性的风味 最后再用猪脚打冰属性的伤害 三个不同属性会累积成一个品质比较差的粗条鸡尾酒 最后我们看到优美的技能效果 技能一能够根据优美的攻击力提高全队攻击力 并且在释放技能的时候会消耗一杯最高品质的鸡尾酒 使技能效果根据鸡尾酒品质有额外的提高 虽然提供的攻击力并不是全队最需要的属性 但是这个技能效果能够持续三个回合 并且CD只有六个回合 如果你希望你的角色在后续回合能够爆发伤害的话 可以考虑使用这个一技能 而技能CD只有四个回合 但只能够对一名同伴释放 释放之后会提升该同伴造成的伤害 以及给他最大生命值提升的效果持续两个回合 而且能够让那个同伴造成伤害的时候恢复 伤害量2%的生命值 一技把一杯品质较低的鸡尾酒升级成最高品质的鸡尾酒 二技能的优点是CD短 而且实用不消耗鸡尾酒 假设你队伍造成不同属性伤害 拿到了低品质鸡尾酒的情况 还可以把鸡尾酒升格成高品质 技能效果虽然有提升一些生命跟吸血的能力 不过这个效果并不显著 一般情况下不会为了刻意保证某只角色的生存 而给他释放二技能 三技能则是优美的核心技能 会消耗所有鸡尾酒 并根据消耗的鸡尾酒品质及数量 提供全队特调属性伤害提升的效果 被指定的同伴还可以获得额外的特调属性伤害提升效果 持续两个回合 属性伤害提升带来的增益是会比一技能或二技能的攻击 伤害提升来的多的 而且技能CD8个回合效果持续两个回合 通常情况下是可以做到全程覆盖的 也就是在每一次优美行动的时候 都可以开这个三技能 像是我现在使用的是冰队 就有大量的冰冻属性伤害提升效果 了解完技能 我们简单看一下他意识的效果 首先意识一能够在调配出鸡尾酒的时候 100%固定几率反化一个风味 意识一的提升效果还不错 然后续只要造成两次伤害 就可以获得一杯鸡尾酒 调配出的鸡尾酒越多 也是让三技能的属性增伤变得更高 意识三在调配出鸡尾酒的时候 提供伙伴16%的伤害提升 同样是一个覆盖率比较高 而且也不错的提升 意识五能够让同伴释放highlight的时候 提升他的攻击力 攻击力提升的量比较少 不过会多给出一杯金条鸡尾酒 意识六能够让鸡尾酒上限提升到4杯 而且开场就可以获得一杯金条鸡尾酒 每调制出三杯鸡尾酒 也可以额外再获得一杯鸡尾酒 能够调配出越多鸡尾酒 其实也就是代表能够提供全队 越多的属性伤害提升 不过在有了意识一之后 意识五意识六能够拿到的 鸡尾酒数量可能会溢出 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提升比较大的 可能还是意识一 但是角色本身是常驻角色 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推荐你去抽他的意识的 武器部分四星五星其实差距没有很大 四星的主要技能特效是能够使 释放技能指定的目标会有额外的伤害提升效果 五星武器则是能够在消耗鸡尾酒之后 给纯队随机的buff 不过随机的buff的数值都不高 每调制两杯鸡尾酒 还有一个概率减CD的效果 不过减CD也是减少了准备更多鸡尾酒的时间 而且这个减CD也不是百分之百能够减少的 所以也不太实用 其实部分推荐可以使用力量套 配成长或者信任的咒卡 因为对追命优美而言最有用的属性就是攻击力 有越多的攻击力也可以给队伍越多的一些伤害加成 日元星辰套能够选攻击力的都优先选攻击力 副次条也是攻击力优先 然后不要速度跟精力回复 因为这两个是没有办法提供给其他怪盗的属性 队伍搭配部分 优美建议进到各种纯色队 纯色队最好保证有三个相同的属性 然后他们是先后行动的 像是火队 高准性黑骨青路菲尔除了入场潜能就可以拿到火属性特调以外 先后行动都打火属性伤害 也可以额外再获得一杯火属性的高准值鸡围酒 不过一般队伍没有奶妈就是两个属性角色 再加上主角就可以了 其他像是优以加素语 Joker加李耀里 也都是目前比较适合优美的配队 其他席托双队伍目前可能左援海系还是会好一点 新闹阵的话搭富山夹带能够提供人速一场效果可能会更好 十三操作的话到优美的回合基本上都是有三技能就开三技能 假如说要跨三回合去爆发的话才会开一技能 二技能就是假如说没有调配出鸡围酒或者调配错的话才会开 所以技能加点跟使用基本上都是以三技能为主就行了 好那优美的介绍就要到这边 假如说是不急着冲绑的玩家 我是觉得优美现在是没有到一定要抽的必要 当然最后决定要不要抽一个角色 我觉得还是看个人的喜好为主 这部影片就先聊到这边 看完喜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 我是大海 我们下部影片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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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